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哦对就是通常你们有照片的时候吗就是会把颜色和光暗那些功能给讲一遍就是就是那个对反面尺寸还有一个那首先这样子我们来讲一下一个光暗那光是这样子比如说现在就像我拍的一个照片我当成英国的然后通常调光暗的话你们就这么记吧控制加L还有一个控制加RLR两个啊不是控制加M一个是M 两个门的M还有一个是那个这个那这个的话通常你都可以不用去用把这个忽略的因这个真的很少用上通常就控制加L微调因为这个为什么他调下比较稳定比如说我想亮部曝光那我就拉这个白色点就可以你看他就曝光了那如果我是说暗部加暗那你看他就单纯给暗部加中间那个就是在他们中间子对整体给如果我现在往暗部拉 你看你看他就会怎么样整整体暗部给减少能看到吗就这样子那比如说这张那我就这样子那就OK那我们要这样子然后然后这样那这个就是一个官暗调整就就就很简单其实就控制加L你就把这个给调整就可以了但是记得吧每次储存不要手键直接控制S控制S会把你本身的照片给取代一定要控制加S记得记得 唯独要提醒这个这个就是官暗上面你们要记得的那还要就反正就调这个再下来颜色的问题颜色的话比如说有时候对吧那你们想比如说哎我想弄一个就是说比较让这样照片看起来比较神秘的对吧那我可能是给他弄一个颜色这样子一个叫做什么颜色遮罩对吧啊这种对吧看起来整个我好像很忧伤对吧那这个颜色当然还在细调了那有没有方法跟这条颜色的有 控制加U啦反正功能我就我只能给你们记快捷键为什么因为快捷键你们会用了后面才会快好第三个你不用管他第二就是他是这个广暗广暗其实用刚刚的控制加L条会比较好所以你不用管他所以呢通常就是用这款就加入那比如说这个是什么了对黑白一条就黑白饱和度的文艺意思反正这样一拉他就变成黑白照这么一拉他就饱和度曝光啊就这样子好最上面的这个是什么对 变变色滤镜像是一个滤镜效果但是呢你会看到比如说我现在拉到这你要看哎这个变蓝色对就说他所有的颜色会根据他的光的三元色做一个变化然后就变成一个滤镜上面的颜色 所以这个其实怎么样比如说我有一个怎么讲呢我找一找刚好这边开啊比如说像嗯嗯啊像这个吧就这个吧啊简单一点啊然后比如说我现在我拷贝上去对吧然后呢就控制一下哎哎哎再拿大一点哎哦这个功能好像没讲过哇哎哎 换去这里我刚点一下是不是不是把这块去选那首先是这样子我按着shift然后直接在把空白没有点上地方给选上哎你看到对他就自动一起给选上这里也是一样当然这个你知道模板工具就是说他默认是心里不是很好那这样子我控制加最把这个给复制出来那复制出来以后就是要用到刚刚那个颜色旅行你看我这么一改颜色啊好吧有时候不是很啊可以可以我电脑问题比如说这样 哎你也看到对我想弄一个橙色ok按链看到有时候就怎么对你需要变色时候而且要出很多个像有些牙刷可能我要一个牙刷蓝色的我没有但我没有别颜色怎么办对就用这个功能然后把它加一个颜色对那这个就是个颜色调整那又尽量讲的比较简单的因为太专业的我估计也不会看我视频这样子啊好最后一个就是尺寸的版面尺寸版面尺寸怎么样control alt加C对快捷键真的需要你们时间去背一背 价值然后点millimeter那这个就是说最后打印做的一个尺寸啊我就不跟你们讲像素了好吧像是有时候很多人就不懂他会比较抽象那比如说像我要一个方形的那我就这样子200乘200了带这个我拍的哈你看你实际你需要的一个大小 然后到时候你放到那个文里面对吧你只要把这个打完然后你放到那个不是对吧哎你看到对这样子就是一个正方形的一个啊怎么啊就是一个正方形的照片那我们能不能还原呢啊你看还原不了的没错所以呢这时候对哎 对对对还原不了然后所以说那个反正这个通常很少会用为什么你肯定一开始就把这个背景给调好了对不对而且很多时候大小嘛你弄到拍办的就里面去调整就我那个ai视频啊请大家去看一看所以呢这个第三个其实用法不多通常的话就是真的很少用这个功能通常怎么样就是说你做网页的时候 然后然后呢你要弄一两千张的一个那个就手图啊就说那个淘宝上面一点开你看到那张图片就你点产品的时候看那张图片你可能有一两千张需要同规格的那巧合用到现在你看到这个功能但是我还是要这样子给你讲一讲对好今天讲三个功能哪一个第一个调光案的对吧记得调光案的再下来调颜色的调保和度的对吧你看反正就调绿色一样的保和度第三个就是一个control alt加 然后呢就是说调一个面板大小对就这三个功能大家好好复习一下好的那个下次见